日月潭水色霸 波光凌凌 蓝天白云 碧绿 湖景一览无遗 就是这样的湖光山色吸引游客 骑单车散步相当惬意 不过现在的水色霸变成这样 加高水泥护栏 取代原本的塑胶PVC管杆 把景色直接卡掉一半 不少民众傻眼直呼好杀风景 之前的好像拍照起来比较好看 就不太自然 比起来就没那么好看 会想避开它这样 原来是因为塑胶管杆过去曾破损 产生孔洞 导致游客踩空受伤 割伤小腿 再加上无法完全和车道区隔开来 有安全疑虑 因此整排被换成水泥护栏 还有民众反正觉得这样子很丑 那其实习惯就好 我觉得就是美观和安全 两个人一定要择一嘛 那既然有人出了事情的话 那当然是安全第一 湖岸首排原为赏景最佳热点 没想到现在因为水泥护栏 引起正反正浪 记者曾伟祥 陈广瑞 王世涵 南投报道